还有居隔者也说 他是在入住旅馆48个小时之后 才拿到了隔离的通知书 好像有点delay的时间 有点久 大剑哥 的确 就是说其实台湾人民最在意的 真的不是蔡英文的年夜饭吃了什么 就是说这个可能是我们拿来当闲聊的资料 但是它其实大家真正在意的是 我们的政府能不能够把防疫的工作做好 所以当现在在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是正在家里和家人一起团圆 一起来过节的话 大家就不要忘了我们还有2万多人 我们刚刚看这个书 大概有2万2千多人的台湾民众 现在正很孤单的在这个 不管是防疫旅馆或者是这个居隔所 然后进行这个隔离的政策 那是谁造成这样的状况的 其中有一部分那当然不得已 他们是自己境外移入的案例 他们染疫了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数 是因为我们在这一波本土疫情的防守过程当中 我们指挥中心没有善尽职责 就我们在决战边境的策略里头 我们至始至终都没有好好的守住我们的国门 我们的国门就像是一个一直在滴水的水龙头一样 一直不断的滴水 然后全民就只好在社区里头抓漏 然后不幸的被匡列进来的民众 他就不能过年了 所以其实在我周周有好多朋友在过年前 好紧张 好小心 好谨慎 有好多地方他们都不敢去 问他们说为什么不敢去 他的理由很简单 他说我不晓得我去了那里之后会不会被匡列 等一下过两天被匡列 我的年都不要过了 我整个年的时间全部都在这个居格所里头的 所以这两万多的民众里头 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 是遭受到这样的池鱼之殃的 是谁是始作庸者 是谁害这些人 没有办法回家跟家人团圆过年 当然是指挥中心 是现在不晓得正在哪里应酬唱歌 可能喝红酒 这个顺便抽烟的陈时中 是你们没有把你们的工作好好做好 所以这个年有两万多人 里头有很大一部分的民众 是因为你们的失职 而他们没有办法跟家人团圆 这是民进党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 而且到时至今日 我们的国门的水龙头 还是没有完全的观景 我一直不断的强调 长程航班会有染疫民众 短程航班一样会有 而且短程航班没有理由 你只针对南亚跟东南亚的 进行落地利级裁减 而你放过了东北亚的航线 这是完全说不通的 因为有很多欧美的航班 他们没有直飞台湾 所以很多旅客从欧美回到台湾 或者是要进出台湾的时候 他们都是经过首尔 都是经过东京来进行转机的 而这种转机的旅客 对现在的相关的防疫规定里头来说 它就是属于东北亚的短程航班 他们不需要做落地利器裁减 所以如果今天指挥中心 还没有把这个水龙头关紧 你叫我们大家在每个社区 想尽各种办法来帮你抓漏 帮你堵漏 怎么堵得了呢 源头是在指挥中心那里 就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我相信过了这个年 我们还会有很多民众 去受到这样的持余之压 受到这样的无辜的牵累 然后不得已的 要放下他的工作 放下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然后跑到居革所去被隔离起来 对 就是严重影响了大家的生活 大家都不想要被这个疫情所影响 但是好像有时候就是 可能是意外 你就是重叠了足迹 然后因为现在 因为疫情比较紧张的关系 所以当然大家就会比较严格一些 就好像雅婷 你刚刚讲你那个朋友一样嘛 他不是吃碗面啊 干他什么事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他就是去吃碗面 吃碗面然后14天 然后就被隔离了14天 那干他什么事 他难道不愿吗 是谁把病毒放进来的 当然是你指挥中心 就这么一个国门 我们也不过就是一两个机场 连两个机场你都守不住 看一下中国大陆 成千上百个机场 人家守得住 为什么你守不住呢 不过就两个机场 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啊